但以理书第六章 大力乌按自己的心意立了120个总督治理全国 他又在这些总督之上设立三位监察司 但以理是其中之一 监管总督的工作免得王受亏损 因为但以理里面有美好的灵性 所以各方面都比其他的监察司和总督优胜 王有意立他治理全国 于是这些监察司和总督在但以理治国的事上 寻找把柄控告他 只是不能找到任何的把柄和过失 因为他忠心可靠 他们找不到他的任何错误和过失 那些人就说 如果我们要控告这但以理 就只有在他神的律法中去找把柄 这些监察司和总督就相约前来见王 对他说 愿大力乌亡万岁 国中所有的监察司 总监 总督 谋臣和省长一同商议 请王立一条法律 实施一条禁令 无论何人 在三十天内 王啊 除了像你以外 若向任何神或任何人求什么 就必扔在狮子坑中 王啊 现在求你立这禁令 签署这份文告 使禁令不能更改 按照马代和波斯的律法 这样的禁令是不能废除的 于是大力乌亡签署了这禁令文告 但以理知道这文告签署了以后 就上到自己家里楼顶上的房间 这房间的窗户朝向耶路撒冷开着 他一日三次双膝跪下 在他的神面前祷告称谢 像往日一样 那些人相约前来 看见但以理在他的神面前祈祷恳求 他们就来到王面前 提起王的禁令说 你岂不是签署了禁令 无论何人 在三十天内 王啊 除了像你以外 若向任何神或任何人求什么 就必扔在狮子坑中 王回答说 确有此事 按照马代和波斯的律法 这样的禁令是不能废除的 于是他们对王说 王啊 在被掳的犹大人中的但以理 不理会你的命令 也不理会你签署的禁令 尽人一日三次向他的神祈求 王听见了这话 就非常愁烦 他定义要搭救但以理 直到日落的时候 他还在设法营救但以理 那些人就相约前来见王 对他说 王啊 你该知道 根据马代和波斯的律法 王所立的禁令和法律 都是不能更改的 于是王下令 人就把但以理带来 扔在狮子坑中 王对但以理说 你常常侍奉的神 他必搭救你 有人搬了一块石头 放在坑口 王又盖上自己的印件 和众大臣的印件 石城办但以理的事 不得更改 王回到宫里 整夜没有吃东西 也不要任何娱乐解闷 并且睡不着觉 次日黎明 天一亮 王就起来 急忙到狮子坑那里去 他走进坑边的时候 就用哀痛的声音 呼叫但以理 对但以理说 用活神的仆人但以理啊 你常常侍奉的神 能搭救你脱离狮子吗 但以理对王说 愿王万岁 我的神拆遣了他的使者 封住狮子的口 使他们没有伤害我 因为我在神面前 是清白的 王啊 在你面前 我也没有做过任何错事 王就非常高兴 吩咐人把但以理 从坑里拉上来 于是但以理 从坑里被拉上来 他身上一点损伤也没有 因为他信靠他的神 王下令 人就把那些 污蔑控告但以理的人 连同他们的妻子 和儿女都一起带来 扔在狮子坑中 他们还没有下到坑底 狮子就抓住他们 把他们所有的骨头都咬碎了 后来大力乌王写信 给住在全地的各国 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说 愿你们大享平安 现在我下令 我所统治的全国人民 都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 战惊恐惧 他是永活的神 他永远长存 他的国度永不灭亡 他的统治直到永远 他搭救人 拯救人 他在天上地下 施行神机启示 他搭救了但以理 脱离狮子的抓 于是这但以理 在大力乌作王的时候 和在波斯人古猎作王的时候 世事亨通 他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